5月青年失业率首超20% 6月青年失业率更是高达21.3% 年轻人真的这么不好找工作了吗 最近几个月以来 越来越多的人关注16岁到24岁的青年失业率了 是的 过去几个月以来 这个年龄段的青年失业率在不断的攀升 可是我国的就业形势是不是真的坏到这个状态了吗 也不一定啊 因为相关部门前两天还发布了 6月份25岁至59岁的就业主体人群的失业率是4.1% 处于历史较低水平 我们细看这两组数字有点意思啊 同样是6月份 16到24岁的青年失业率高达21.4% 而25岁到59岁的就业主体人群失业率只为4.1% 这是五倍的差距呀 为什么年轻人反而不好找工作 年龄大一点的人反而失业率没有那么高呢 当然我们也清楚 这半年以来由于经济下行 确实有很多企业降薪裁员 确实有很多人工作不是那么好找 但是我们的就业形势是不是坏到大多数人都失业了呢 显然不是这样的 有专家就指出啊 实际上16岁到24岁的青年人在我国就业市场中绝对不是占主体的 比如说同样是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啊 16岁到24岁失业青年人口呢 约占16到59岁调查失业人口的6%到7% 而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16到24岁人口在16到59岁城镇人口中的占比为18.8% 并且16到24岁的青年群体中有三分之二为非劳动力 主要为在校生 根本没有被计算在劳动力当中 这使得劳动力中的16到24岁占比更低 也就是说相比于25到59岁的城镇劳动力的主力军啊 16到24岁的青年群体只是就业市场中的少数 所以我们的就业环境没有想象的那么恶劣 尤其是咱们也都清楚 20郎当岁的青年人刚刚进入到社会 不读书不求学了去找一个工作 这个时候啊人的可塑性是很大的 尤其是他们基本上还靠家里的供养 所以找工作的念头没有那么迫切 尤其是很多朋友们都说啊 这两年网红经济越来越强大 很多人你会跳舞你就可以赚钱 你长得好看你就可以赚钱 你口才利落去开直播卖货也可以赚钱 很多小视频平台号称人均百万 这无疑拉高了很多青年人的期望值 很多青年人真觉得说啊 我去找一份三五千块钱的工作 每天辛辛苦苦的还要996还要加班 周六日可能还不得休息 太不值得了 为什么有的人很轻松的就可以在网络上赚得年薪百万呢 他们忘了在今天的中国年薪百万绝对是人口中的少数啊 所以一方面本来16岁到24岁的青年就不是我们就业的主力军 另一方面这个年龄段的青年大部分都在求学 并没有加入到劳动力中 而真正要找工作的人呢 说实话刚刚进入到社会 心智还不是那么成熟 找工作的愿望不是那么迫切 于是只要稍有不满意 可能就不愿意去工作 所以我们新来也流传所谓00后整顿职场嘛 那各个企业的老板真的对00后是绝对是连大声讲话都不太敢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都是可以体认到这一点 青年失业率虽然高 但并不代表着我们的就业环境很差 反过来讲 当越来越多的青年人积累了足够的学历 在进入到职场之后 迎接他们的反而是一片更广阔的舞台 而我国经济今年上半年实际上已经强势复苏了 上半年经济成长率5.5% 第二季度经济成长率更是6.3% 所以我们绝对相信高速成长的经济 一定会使更多人找到心仪的工作 好 好 好